在我的看法呢 对于伍德科夫特这个学校呢 还是蛮不错的 出到这个学校呢 也是认识了很多的朋友 一个新的环境和一个新的 自己有了新的目标 这个学校呢 给予我们的印象呢 就是非常一个崭新的环境里面 你能所有感受到的是不同的气氛 是不同于在国内 自己学习学校的气氛 而且从老师 还有同学来说都是截然不同的 在国内我们是要跟中国同学说话 在这边呢 我们有自己的local同学 然后我们要讲英文 这样对于我们的英文呢 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高与培训 好 还有就是第二个问题 就是想问一下 就是在学校里面的学习环境怎么样 你觉得怎么样 在这个学校呢 我觉得这个学习环境是非常好的 在这里我们不仅有当地的同学 也有我们自己可能是 来自不同国家的international student 这样呢我们在学习环境当中 我们可以交到不同的朋友 与他们探讨自己不理解的知识 或者是帮别人解答他们不知道的知识 我觉得这样一个学习环境 互利互助是非常好的 还有还有一个就是说 你谈一谈你的就是寄宿家庭 在澳洲的这种家庭 对于住家呢 我觉得我们学校做的是非常好 在我个人看来 一个人就是说能不能学好学习 在这个学校要看他的心情 如果你的住家不好 对你的很不好的话 你这样你的心情不会好 你会很紧张 所以说这样给你一个感受就是 我感觉我在这待不下去 如果一个但反直来说 一个好的住家 可以给你一个非常好的感觉 它让你感觉就是在中国一样 你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 不管它是中国家庭 还是澳洲家庭 你都能感受到这份爱 还有最后的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你来了到澳洲这么长的时间 你觉得你生活最大的学到的是什么 我觉得来了这么久 给我学到最大的是 不仅我学到了新的知识 交到了新的朋友 我也学会了 如何做人 如何处事 在这边跟在国内不一样 遇到事情只有你一个人 你要自己去想怎么解决 所以来说 虽然有时候会遇到一些困难和烦恼 但是经过自己的努力 或者是跟朋友 跟家人的交流之后 你也都会把它排除 这是对自己来说 我觉得是在一个国内 体验不到的经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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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I've come here for about nearly one and a half years I thought it was wonderful, amazing I never can try this life in China I have my new friend, new family in here but the family is a homestay but anyway, it's very nice I'm very enjoying the life in here like we can have the barbecue on the beach or something else Go into the city Do anything that we want It's not in China My parents don't need to tell me Wincent, you need to do something No, I can do anything by myself I think that's very nice Thank you